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点一点这样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 大家的感受会是怎样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耶稣的感受 大家可以体会主耶稣的心情 又或者我们会不会感觉到很陌生 从来都没有试过那样聚焦 这样close up 放大 放慢 一点一点的去看主耶稣所走过的道路 所处理过的这些议题 所发表过的这些教导等等 可能以前看圣经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走马看花 我们都没有很细节的 又或者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读过这一段 我们在教会都习惯等人家讲 有讲到就讲咯 或者是讲过可能也忘记了 可是现在我们放慢脚步 一点一点的去感受耶稣基督 去想象 盼望我们可以更靠近主耶稣 信仰是一条跟从基督的道路 我们在圣经里面 其他东西的知识可能可以没有这么掌握 可是对于基督的生平是一定要掌握的 我们对于在整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 其他的神学 其他的教义可能可以没有那么熟悉 可是对主耶稣一定要熟悉 因为我们是基督教 各位 如果连基督不熟悉 那大概基本上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做到狐狸狐狐狐的 各位 所以今天晚上或者这一个系列就去谈下去 我们是要不断的来更靠近基督 更能够认识基督 盼望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真的能够与基督一起来同行 好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然后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今晚上的讲员 丁士和牧师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不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机会 我们在防满的生活里面 可能现在还有弟兄姐妹正在赶着上班回家的路途 可能我们的晚餐还没有吃 可是不过无论如何 这一刻我们愿意放下其他的东西 愿意聚焦来聆听 来瞩目在基督身上 主要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时段 我们好像能够从繁忙的马大 转向安静聆听的玛利亚 主要让我们的人来了 我们的心也能够来 主要帮助我们这段时间 愿圣灵向我们说话 我们等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好 谢谢君儿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 其实我今天早上在做一个整理 我发现到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 今天大家真的要集中精神 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因为他里面看得到路加 他真的是放了他的心思在里面 如果你找得到 你看得到呢 就正如那个主题一样 你看见子了吗 好 我们就打开圣经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请你打开 我也会把经文放在荧幕上 但是呢 若是你自己有圣经 你一直的跟我这样看下去的话 恐怕你的那个的记忆 跟那个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 好 路加福音 我们感谢上帝 上两个礼拜君儿传道 带我们走过那个 耶稣拆派70个门徒出去的那一段 今天进到21到24呢 也是说到耶稣 他就说了这一番的话 我们先来看他的第一节 21节就这样说 他说正当那时呢 耶稣被圣灵感动 他就欢喜快乐了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耶稣会这么开心呢 原来他21节就说正当那时 也表示说 这一段经文你看的时候 你必须要回到上文去看他 因为上文就告诉了我们 为什么耶稣会那么的开心 其实如果你去看上文的话 你会看到从第一节到第16节 耶稣拆派了70个人去传福音 他告诉门徒说 你要去告诉这一些的人 这些的百姓说到说 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所以耶稣拆派他们出去 告诉他们怎么传福音 但是福音的内容叫做 神的国临近了你们 然后呢 这些的门徒因为耶稣赐给他们全病 他们出去以后 他们回来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们就说 主啊 因为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所以门徒经历了 好像耶稣那样的大能的全病 他们看到耶稣的名带来的震撼 而且那一些的鬼呢 也服了他们 所以这个对当时的门徒来讲 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在那个时代呢 赶鬼确实是不容易 而且我们也知道呢 在那个年代呢 有很多人被鬼服 所以耶稣出来的时候 耶稣服侍了很多被鬼服的人 这一个也让我们知道呢 换句话说 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 他们也赶鬼 可是呢 他们的成效不大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些的门徒 这些70个人被拆派出去 他们看到这样的大能 他们心中欢喜 他们快乐 但是呢 我们看见了耶稣的回答 却不是跟门徒很像的 耶稣说 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我已经给了你们全病 可以践踏蛇跟蟹子 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 断没有能够伤害你们的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不要因为撒旦 负了你们 撒旦今天 他被你们赶出去 所以你就觉得很快乐 耶稣说 我曾经看过天上的这个的 撒旦从天上的降落 所以他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 耶稣要告诉他 当神子的权柄 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鬼 他的下场肯定是失败的 因此呢 曾经在天上他失败了 因为呢 他的骄傲 所以他坠落 所以这个在以赛亚书 你去看的时候 以赛亚书就很清楚 说到他的坠落 所以他在天上失败了 今天他在地上 看似掌权的国度呢 他也要开始失败了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 耶稣就说什么呢 耶稣就说现在呢 神的国度要扩张 我不懂你们玩过这个游戏 弟兄姐妹 这个可能是80年代 弟兄那些比较 比较老一点的 那个年轻人 老一点的弟兄姐妹 可能玩过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就是讲说 我们带了一群的兵 我们去扩张我们的国度 然后我们扩张国度的时候 我们必须打人家的兵 打人家的国度 吃人家的土地 所以在这里要给你们 知道一个观念 就是当上帝的国 开始建立的时候 撒旦的国是注定要崩塌的 他不能够胜过神的国 因此呢 耶稣给你的权柄 是要胜过这一些的国度 所以这个时候 门徒回来跟耶稣说 他说 主啊 我们看到鬼也服了我们 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耶稣说 不要因为鬼服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 所以耶稣说 不要因为感到鬼就快乐 而要确定你们的名字 记录在天上而欢喜 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今天的耶稣说 感鬼不及于名字记录在天上 所以门徒的名字 我今天要问了 要如何的记录在天上呢 这里我们就看到呢 似乎门徒的感鬼 门徒的服侍 门徒的传福音 这一些的东西 并不是让他的名字记录在天上 如果你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 马太福音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 就是到第七章 耶稣也说 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都不都能进天国 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 他讲当然那有很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很多异能吗 他就说 耶稣就明明的跟他们讲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做的人 离开我去吧 因此呢 我们今天就看到 门徒这个时候 真正做的就是奉耶稣的名行异能 奉耶稣的名赶鬼 奉耶稣的名传道 但是耶稣这个时候说 不要因为你感到鬼 你就开始欢喜快乐 今天你更是要上一层 就是要把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 所以我们就问了 今天要如何把名字记录在天上呢 21节这个时候呢 耶稣就被圣灵感动 他就欢喜了 所以前面 耶稣说你要欢喜快乐 是因为名字记录在天上 这个时候耶稣被圣灵欢喜以后 圣灵感动他欢喜过 他就讲了这一段话 他说父啊天地的主 他祷告了 他说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人就 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啊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每一本是如此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的父教父我的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因此这里看得到 这些事 神把他像聪明通达人显就藏起来 婴孩就显出来 所以这些事是什么事呢 这些事就指回刚才说 那个名字要记录在天上 他讲这个是上帝的美意 天父的美意 今天他像这些聪明通达的人 这个我们很清楚明白呢 路加这里很明显的是在指这一些的法利塞人 或者是文士 或者当时的宗教领袖 他说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 他们不明白 他们看不懂 可是呢 像婴孩就显出来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从经文看呢 其实他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就是天父的美意 天父的美意 如果你读这一节经节 你读下去的时候呢 天父的美意是什么 他说除了 他讲说这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 教父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是谁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因此呢 天父的美意 除了是让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 现在你要知道怎么记录在天上 是吗 你就必须要知道子是谁了 这样请问子是谁呢 这里耶稣很清楚的说 就是他咯 所以我们就要问了 今天如果是这样 我们要知道子是谁 因为这是天父的旨意吗 如果是天父的旨意 这个天父的美意 是天父交给了耶稣 然后耶稣也告诉我们 他讲这个世上没有人知道 而子是谁 除了天父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除非我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所以你要知道父 你就必须知道子 你要知道子 除非子告诉你是谁 不然的话呢 你就不知道谁是子 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子 你也不知道谁是父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耶稣说你明白了 你看到了 其实你是有福的 所以他后面就说呢 他就跟门徒讲 他讲你们所看见的 眼睛是有福的 我告诉你们 先前许多先知跟君王 要看你们所看的 没有看见 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是的 在旧约的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先知 很多的君王 他们只能够预言 他们只能够听到这个米赛亚 他们没有机会看到 所以今天的门徒是很有福的 他们不单单是看到 这一位米赛亚 他们还跟耶稣一起生活 他还看到耶稣行神迹 他还看到耶稣执行 整个全病的到来 他讲说你们有福了 你们看见了 因此呢 古人要听要看 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来 准备一下 我们来看看 天父的美意 是不是神的国临近人 是不是撒旦的国崩坏 其实我们看见这里很清楚的 这台子 你必须要知道 子是谁了 这样我们就要问 为什么我们要知道 子是谁呢 这样的话呢 就领我们进到下文了 下文是一个 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下文 路加这里突然间 他就写了一个 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 只有路加在这边就写了 他写了两个记录 就是这一个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 那个 那个他们在家里面的事情 等一下我就告诉你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这里了 所以一开始的经文呢 就告诉我们 当耶稣讲完这些话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跑来就问他了 他说 父子 我们整 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 一个律法师来见耶稣 所以律法师是谁呢 基本上律法师就是指 法利塞人 还有文士 所以他们都是在当时的民间呢 他们是教导宗教 甚至是读这个原文圣经 还有在这个会堂里面 主持很多的会议 甚至也在这个崇拜当中呢 作为一个讲道者 作为一个崇拜的一个的 就是受人尊敬 深得民心啦 不过呢 这些的人常常是被耶稣骂的 但是呢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律法师 他这个时候就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他要去试探耶稣 他要跟耶稣说 我要做什么 承受永生 耶稣听到他这样的时候 因为他是律法师嘛 耶稣就用律法问回他咯 他说 你在法律上 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么样呢 这一句话呢 这个律法师回答的非常好了 他就说呢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 尽意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临舍 如同自己 耶稣听见以后呢 耶稣非常的高兴 耶稣说 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 就必得永生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犹太人 你问他关于永生的时候 他只要做到这个事情 尽心尽心尽意 尽意爱主你的神 爱人如己 你做到的话呢 你真的可以得永生的 这样我们先来看 尽心尽心尽意 尽意爱主你的神 是什么呢 基本上如果你去看这一段经文 它是取自这个生命纪 第六章 生命纪第六章呢 他这边是在讲 他说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呢 看下去啊 第六节他说什么 他说 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 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在家里 你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细在手上为记号 带在二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的门框上 并在你的城门上 所以因此 第一个 如果我们要爱神 他讲说 凡他所教导 就是上帝的话呢 要记在心里面 所以犹太人整天会念 这一节的经节 就是神骂 就是你要听 以色列啊 你要听 就是神骂 这个就是他们常常会练的 所以我们在看 犹太人他怎么心 犹太人他们看到 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要怎么做呢 他按照这一个 生命纪第六章 第六到九节的时候 他这边是怎么讲呢 他就讲说 第一 上帝的话要记在心上 所以就常常的讲咯 要读咯 要念咯 要背起来咯 所以他们从小就开始 背神的话语 然后呢 而且要把这一个的神的话 是传承下去 不只是自己游 还要传给自己的后代 接下来 他还要 到处谈论 所以起来 睡觉 路上 行走 家里 坐着 全部都要谈论 就好像诗篇 第一篇讲的 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借果子 所以我们要早上思想 昼夜思想 上帝的话语 然后呢 要把经文 甚至要细在手上 然后呢 要带在头上 然后呢 要写在门框 还要放在城墙 所以如果今天 你到以色列 你就看到 以色列人 他们的头上 今天会带一个小盒子 因为要带在头上 这个盒子里面 就装着 圣经 其实就是装 这一节的经节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神 你要尽心 尽心 尽爱结华 你的神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他们也把 这个的经文 特别是把 这个 这个的经节 把它做成罪子 放在他的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袖子的旁边 有这个罪子 他把它打结 结成一个 三百一十多条的 这个结 打在他的旁边 所以这个的结呢 一般的拉比 或者犹太人 他们都会绑在这里 到今天 你去看 还是这样子 然后犹太人的家 你通常去的时候呢 他不只是放 挂在他的 这个的衣服上 放在他的头上 他今天 你去他的家的时候 他的门口 也有这个经文的 这个的盒子 里面就装着 这一个 以色列 你要听 我们的耶和华的神 是独一的神 就尽心尽心 尽意爱主你的神 就把它放在门口上 所以呢 你出门 你就摸 OK 好像祷告一样 你回家 你也摸 就是出入平安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在以前在城门口 也是这样写了 但今天 没有这样子 因为今天 已经不再有 整个的地方 他们可以这样做 不过呢 一般上 犹太人的家 他们都会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就问了 今天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说 你要尽心尽心 尽意爱主你的神 我们有放在手上 有读 有念 有读 有一直的去 去反省 去做 请问这样够吗 我们有读经祷告 他有参加聚会 他有门框经文 他有谨守节旗 他当时还有去做这些的 献祭 敬拜 全部都做了 请问够了吗 其实如果这样看的话 只有上半段而已哦 后面还有一节 他还没有看的 对不对 因为他说 什么呢 他接下来讲说 你要爱临舍如同自己嘛 所以爱临舍如同自己 取之哪里呢 其实是取之立位纪十九章九到八节 所以如果你把这一节来看的话呢 它是记录在这个 立位纪的这一个 我看一下 等一下应该是 等一下 就是在这一段里面 我看不到在那太小的字 OK啊 所以在这里里面 如果要把他爱临舍 把它看出来的话呢 他基本上在这边 把全部给我们看 就是 你要在庄家留一份给穷人 你不可以不偷 不抢 不骗 不做假 不发假誓言 不可以欺压临舍 不咒骂 龙子 不陷害虾子 这个就是告诉你 不要做人 不要这么坏 然后要施行公义的审判 不要搬弄是非 不杀人 不流人血 就什么叫 不怀恨 我的这个打错字 而且要指引人走正路 不报仇 不埋怨 而且要爱人如己 所以爱人如己 是包括这么多的我 爱人如己不是讲说 今天我爱你 你爱我 就是这样 他其实在很多方面呢 神把这些的事情 已经在就业 在他们的妥拉里面 已经告诉犹太人 这些是你应当做的 那前面跟后面 尽心尽心尽心 爱主你的神 就是去这个放经文 祷告 这个容易做呢 还是后面 这个爱灵舍 比较容易做 弟兄姐妹 来 大家可以回答我一下 哪一个比较容易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参加聚会 读经祷告 这个东西 读经祷告 然后参加这个的 敬拜 赞美 和献祭 念读经 经文放在头上 放在身体上 这样东西 比较容易做呢 还是 在生活上 做一个好行为 不偷不抢 不做假事 不周骂 不陷害 实行公义审判 不杀人 不怀恨 指引人 不报仇 不埋怨 爱人如己 请告诉我 哪一个比较容易做 来弟兄姐妹 大家可以回答的 来 有吗 有人要回答吗 有人回了 爱人如己比较难 前面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对不对 前者比较容易 因为前者都是 我们很容易做的 我们就是去教堂 去会堂 这样子 都是坐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 其实这段经文 是不是在讲说 分成两个部分 坐在人家 跟坐在自己呢 其实耶稣在讲 爱神 就是尽心尽心 敬意爱主你的神 跟爱人如己 神是把他等同我 他是一样的我 所以因此 你要爱那个 看不见的上帝 你要怎么做 其实就是爱灵舍 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但是犹太人 在那个时代 他们坐前面的 他后面那边 他们讲我们也坐 我们也爱灵舍 对不对 我们也是爱灵舍 所以怎么爱呢 所以这个时候 耶稣讲了以后 这一个法利塞人 就要显明自己有理 他就对耶稣说 他说 谁是我的灵舍呢 他这边要听耶稣讲 谁是我的灵舍 好让我这样子去爱他 所以他要听耶稣讲 这个时候耶稣就讲 好 你进来要讲 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 耶稣讲一个故事 耶稣讲这个故事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所以大概我 大概跟你们讲一下 大概就好了 好 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人 从耶利哥 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 强盗看到他 把他打个半死 就把他丢下 他就走了 那弟兄姐妹 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 这条路呢 到今天为止 你去以色列的话呢 这条路算是一个 最老的路了 最老的山路 可以说是有 两千多年的历史 所以这条的路呢 是一个很陡峭的山路 大概二三 二十多公里左右 所以这条路是 犹太人常常会走 因为你要耶利哥 上耶路撒冷 也是这一条 从耶路撒冷 下去耶利哥 也是这一条 这里的经文讲 他要下耶利哥 表示说 他已经在耶路撒冷 完成了他的工作 他要下耶利哥去 所以由此可见呢 他在耶路撒冷里面 做的这些的敬拜啊 这些的赞美啊 献祭啊 祷告 基本上是完成了的 弟兄姐妹 当时的耶路撒冷 是香火鼎盛 人头永永的聚会场所 因此呢 他从这个地方下去呢 可以说是一个 结束了他的敬拜的活动 他这个时候要回家 他就走到耶利哥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很不好命的话呢 这个人就遇到了强盗 拨去了衣服 然后呢 打个半死 丢下来就走了 就被人家丢下走了 所以呢 他就是一个非常倒霉的人 在山手上遇到强盗 就好像今天你走在山路 突然间看到一个人 光吐吐啊 其实应该按照经文来讲 他应该是打到 他是赤裸裸的 被丢在地上 那如果今天我想问弟兄姐妹 你们当中 你走路的时候 你出去街上 你突然间看到有一个人 躺在地上像这样子的 你会做什么 来弟兄姐妹 你走在路上的时候 你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路上 我想问你 你会救他吗 你看到这样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OK这个比较难啊 我放一些现代的 比如说在MCO的时候 对不对 在这个COVID的时候 中国很多人 突然间倒在地上 就突然间就 就倒在地上 一个人就躺在那边 这样 请问你经过的时候 你会不会救他 现代发生了 这个是这几年才发生了 活生生的 就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一个年代里面发生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救他吗 来我们看一下啊 OK有人讲跑掉 过去看什么事情 有人讲报警 可是那条山路 是没有警察怎么报呢 同学 他讲看一下先啊 你们会吗 有一个人躺在地上 光吐吐 可能打死了 可能打不死 我们不知道 那这里呢 就给我们看到了 耶稣的故事就非常的精彩 他说有一个祭司 也是从这条路下来 那这条路下来 就表示说 他在耶路撒冷 也是完成了他的东西 他这个时候 下去耶利格了 所以他下耶利格 基本上 他不需要再有敬拜的东西 所以一个祭司 如果他是上去 耶路撒冷的话呢 对不对 他可能就会 要去敬拜 可是这个时候 这个祭司是结束了 他就下来 那这个祭司下来的时候呢 OK 他就看见了 这个人 看见了过后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说 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过后有一个立位人 也走过来 他也看见了 这个人 看见的时候怎么办呢 他也是照样的走过去 换句话说呢 就是讲说看见了 但是从那边走了 另外一个也是从这边走了 所以大家看到他 大家没有为他停留脚步 大家就离开了 唯有一个什么呢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到这里 看见他就动了磁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山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交给店主说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那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出现 看到他以后呢 就怜悯他 把他带到自己的牲口上 带到去这个的小店里面 然后呢 让这个小店的人照顾他 一直到他好为止 所以他讲说 我只有两钱银子先给你 如果他还有需要的话 我一定会给你 就告诉 其实就表示什么 就告诉这个店主 你一定要照顾到他 完全好为止 他所需要的费用 我撒玛利亚人 会来还给你的 如果这样看的话 我们常常讲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给我们今天基督徒 有什么的学习呢 弟兄姐妹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给我们什么学习 同学 来 大家讲一讲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给我们要学什么东西 来 大家 大家可以回应一下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教我们什么 你们没有听过 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OK 有人回答 我看一下他们的回答 你们在留言处回答 OK 要做好人 要好怜悯 OK 修美没有听过 要如何爱人 爱 怎么讲 要如何爱 爱做好人 OK 等一下 我不能开麦克风 OK 爱人如己 然后 等一下 然后做人做到底 Learn from Jesus OK 普遍 一般教会都是讲 说要多多爱灵舍 所以要关心你的灵舍 是谁 然后呢 要好像撒玛利亚人 这样去照顾他 去帮助他 这个就是我们普遍 所学到的 爱人爱到底 帮人帮到底 对不对 所以今天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耶稣讲 very good 真乖 你们是好孩子 耶稣会爱你 可是问题是你要看 弟兄姐妹 今天 请问律法师跟耶稣 探讨的是什么 是做好人吗 律法师跟耶稣 探讨的 是不是如何做一个好人 如何爱人爱到底 如何去帮助人 是吗 律法师跟耶稣 探讨的 探讨什么 他是探讨永生 这样的话永生 我们的理解 什么叫做永生呢 永生就是上天堂 所以信耶稣上天堂 信耶稣得永生 所以耶稣还跟这个人讲 他跟这个律法师讲 你只要这样行 你就得永生 因此 这件事情 耶稣所谈的这个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他是跟我们讲说 你只要做到 你就上天堂 这样我们就讲 这样是不是像好撒玛利亚人 这样 我们只要做好事 好事让我们上天堂 显然不是 因为我们知道 基督徒都懂 我们信耶稣上天堂 我们信耶稣得永生 是因为我们 因着信耶稣而上天堂 不是因为做了才上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回去看 耶稣跟他讲说 你律法上写的 你念的是什么 他的回应就是 尽心尽心尽意 爱主你的上帝 跟爱临舍如同自己 简单来讲 就是爱神 跟爱人 如果是爱神 跟爱人 这个本来这里 可以结束了的 耶稣说 很好 去做就好了 但是显然 这一个法利 这一个的法利塞人 他为了要显出自己有理 他就讲什么 他说 谁是我的灵舍 因为他要跟 他要在耶稣的面前 表现自己 他希望耶稣讲 你的灵舍就是那些 犹太人 就是那个 他讲我有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就是有 跟着律法这样走 可是你看 他问的是 谁是我的灵舍 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讲完故事过后 耶稣都回答是什么 他讲你想 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 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 那我们来看 换句话说 今天有一个被打的人 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 然后呢 耶稣的问题是 谁救人 谁就是被打的人的灵舍 这个是耶稣的回答吗 所以今天 谁是他的灵舍呢 就是谁救他 所以那个人讲 就是怜悯他的人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呢 他是在救约 就是在旧约 我们看到呢 当以色列被这个亚述 帝国攻陷以后呢 亚述就把这个巴比伦 古他 亚瓦 汉马 跟西法瓦银的人呢 迁移到了这个撒玛利亚 然后呢 他们就住在撒玛利亚 这个城墙里面呢 跟这些以色列人住在一起 所以因着这样子 他们就怎么样 他们就彼此的通婚 就生下了下一代 我们就称他为撒玛利亚人 所以因此呢 犹太人不喜欢撒玛利亚人 第一 因为犹太人觉得撒玛利亚的血统 已经不纯了 因为他们已经彼此跟外邦通婚 所以他就是杂种 第二 我们也知道呢 他们的种族仇恨很深的 因为在这个 旧约 当这个马拉基过后到耶稣 这个马太福音这一段时间 400年的时间呢 犹太人呢 曾经有一次自己作王 就是在马加比王朝的时候 他曾经 这个马加比王朝就是 应该是约翰 徐尔根呢 就是这一个马加比王呢 犹太人的王 他们就曾经派兵呢 去攻陷耶路撒冷 不是耶路撒冷 攻陷这个 这个 撒玛利亚 而且把撒玛利亚人的圣殿呢 烧掉 你讲说撒玛利亚为什么有圣殿 因为犹太人不给他们 犹太人觉得他们血统不存吗 不让他们去 耶路撒冷的圣殿 敬拜上帝 所以撒玛利亚人 也是敬拜上帝的 他们虽然里面掺杂很多 这个宗教已经乱了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自己建圣殿 他们自己建圣殿 在吉利辛山上 犹太人就建在这个圣殿山上 结果呢 他们作王的时候 他们就去打人家 结果把人家的圣殿烧掉 所以这个仇恨 就延续一直到耶稣的时代 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 是很仇恨很深的 所以看他们为杂种 而且他们的宗教乱去八糟 因为他们不只信耶和华 他们还把很多异教的风俗 带进了宗教的里面 所以撒玛利亚人 只有五经 他们没有其他的 他们没有先知书 他们也没有这个诗篇 他们也没有这些的 其他的这些的文本 他们只有这个五经而已 所以因此 犹太人就看他们 看他们怎么呢 犹太人就提示他们 这些人是扎种 这些人是不配来到这边的 撒玛利亚人怎么样 我们也不屑啊 我们自己有我们的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圣殿 我们不需要去你们那边 所以因此这两个是没有来往的 这就是撒玛利亚人 弟兄姐妹这里呢 谁是怜悯被打之人的人 来弟兄姐妹 谁是怜悯这个被打之人的人 因为耶稣说 谁怜悯他 谁就是他的灵舍吗 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得到 其实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 是怜悯这个被打之人的人哦 所以耶稣就说 这三人哪一个是强盗手中的灵舍呢 他就问法利赛人嘛 这个法利赛人怎么讲 他说是怜悯他的人 好我们来看 到底有整个故事里面 有多少的人出现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呢 看到第一 我们有这个被打的人 第二 他被打过后呢 有这个利未人 有这个祭司 他们都看见了他 但是呢 他们都走了 这个时候 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了 所以他这个撒玛利亚人 看到他 就动了慈心 所以这个文士的回答 也是动了 他讲他 就是怜悯他的人 所以看见他的人 就是撒玛利亚人 而这个撒玛利亚人 还动了慈心 因此呢 这一个动了慈心 这个字就很重要了 因为呢 在原文里面呢 动了慈心这个字 我们一般是翻译为 怜悯这个字 然后呢 这个怜悯这个字 它的意思一般是怜悯啊 动慈心 或者是同情啊 怜爱啊 用这样的方式 这一个呢 它其实不是什么 它其实不只是同情而已啊 弟兄姐妹 哎呀 不是哎呦 好可怜哦 哎呦 怎样啊 哎呦 不是这个样子而已 动了慈心 你看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动了慈心 他是做什么啊 他看见 他就上前 他就用酒和油 放到他的商处包裹 给他上自己的身口 去店里照顾他 还拿钱 付给店主 跟他讲说 一定要照顾他到好了为止 因此呢 动了慈心 是带着行动的 动了慈心 这个字呢 在原文里面呢 特别你去找呢 在新月圣经当中的 这个字只出现12次 在四福音的里面 这12次只是出现在四福音的里面 如果你去看经文的话呢 这12次的福音呢 它用在谁的身上呢 我们来看哦 第一 它用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耶稣看到人 耶稣怜悯他 这个字用了 动了慈心 这个字 耶稣动了慈心 第二呢 他用在谁呢 他用在 仆人的主人身上 还记得有个故事吗 耶稣在 马太福音18章讲的 有一个 有一个王 有一个人欠他 千万两银子 然后那个王就赦免 他的这个 这个罪债 那个人就很高兴 然后后来他的朋友 欠他十两银子 他就捏住他的颈项 后来这个王就去 就去抓这个人 把他下到监牢里面 去讲说你为什么不能连续人 像我连续你一样 其实 这个王就是因为 看到他欠了千万两银子 过后 他就动了慈心 这个也是在讲这个王 第三 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孩子被哑巴鬼负责 这个哑巴鬼负责 这个父亲 他是求耶稣 怜悯他 他用这个字 过后呢 用在 路加福音就把这个字 用在好撒玛利亚人的身上 另外呢 路加也用在 浪子的父亲的身上 由此可见 这个动了慈心 这个字 看起来 只是 专属在 一个人的身上 那是谁 弟兄姐妹 你看完这几个 他是属于谁用的 这个动了慈心 你们看了以后 你觉得这个字是谁 谁在用 有人回答 我看一下 是用在耶稣的身上 对不对 这耶稣 不然就是天父 所以 普人的主人 就是上帝 好撒玛利亚人 是耶稣 浪子回头的父亲 就是天父 所以因此呢 我要问 弟兄姐妹 谁是好撒玛利亚人呢 看起来呢 这个撒玛利亚人 就是耶稣 其实耶稣 为什么要用 撒玛利亚人 来形容他自己呢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就是骂耶稣 是撒玛利亚人的嘛 你去看 约翰福音八章的时候呢 约翰福音这些人 跟耶稣 在这个圣殿 吵架 吵到最后 他们没有办法 跟耶稣 斗下去 他们就骂耶稣 是被鬼妇 他们就讲 耶稣 你是撒玛利亚人 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听的话 如果犹太人 你骂他撒玛利亚人 他真的是撵死你 为什么 因为你在 你是在侮辱他 他讲 你这个撒玛利亚人 不是对的吗 你这个被鬼妇的 不是正对吗 这个就是他们在骂的 因此 耶稣就是撒玛利亚人 所以耶稣 他是撒玛利亚人 可是问题来了 弟兄姐妹 你说 不对哦 耶稣 不对哦 牧师 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 在这里 为什么呢 我们要回到去 这一个 文士跟耶稣谈的 文士在跟耶稣谈的是什么 文士在跟耶稣谈的是 谁是我的灵舍 耶稣就讲 你的灵舍是谁就好了 可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耶稣的回答不是讲说 你的灵舍是谁 耶稣的灵 耶稣的回答是 谁是 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文士说 我的灵舍是谁 耶稣说 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是谁 这样子的话呢 我来问你们了 耶稣回答就是 谁是那个被打之人的灵舍 祭司 利未人 跟撒玛利亚人 我们很清楚看到 他是在指撒玛利亚人吗 这样我要回答 我们要回来这里 要问这个问题了 这样请问 谁是被打之人 如果撒玛利亚人是耶稣 请告诉我 谁是那个被打之人 同学给你们猜一下 谁是那个被打之人 如果耶稣 是撒玛利亚人 那个文士讲 我的灵舍是谁 耶稣讲被打之人的灵舍是谁 因此 耶稣是撒玛利亚人 已经满足了 他问的那个灵舍吗 这样请问 谁是被打的人 不是外邦人 以色列人 差一点点 耶稣 耶稣是那个撒玛利亚人 谁是那个被打 那个躺在地上 要半死 那个是谁 躺在地上 那个已经快要死 那个是谁 那个叫救命 那个 谁 谁才是那个被打之人 犹太人 其实是 其实是 其实呢 他可以指犹太人 不过这里他很清楚 是在讲说 其实因为律法师问他 谁是我的灵舍吗 耶稣说 那个被打之人的灵舍 是撒玛利亚人 这样的话 谁是被打之人 那就是 就是你啦 你问我吗 你要得永生 是吗 我就跟你讲 你就是那个被打之人 所以因此耶稣跟这个律法师 在谈的时候 他说 我的灵舍是谁 他说 谁怜悯你 谁 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 因此你的灵舍是谁呢 他自己也回答 他说 是怜悯他的吗 所以撒玛利亚人 是耶稣 这一个被打之人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法利赛人的话呢 耶稣说 这样你就照样去行吧 这样你就问了 如何行 那这里呢 路加用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这个是路加很喜欢的 比如说 这里他用开放式的结局 我们不知道 后面到底这个律法师 有没有真的跟耶稣所讲的去行 我们不知道 比如说后面的那个故事 马大跟玛利亚 我们也不懂 马大有没有像 听了耶稣这样讲 他就放下一切去听到 他没有 我们不知道 都是开放式 然后呢 比如说浪子回头的故事 我们也不懂 浪子最后 那个浪子的哥哥 最后有没有进去吃饭 因为那个是开放式 每一次讲到开放式的结局 其实路加是有意 不只是给读者 他要给我们这些读者 他要问我们 你们自己要觉得怎样 你们要接受吗 不要接受吗 这个是在问你跟我的问题 所以因此我们这样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来回到这边 然后我要解释 那还记得 这一个律法师跟耶稣讨论的是什么 他跟耶稣讨论的 并不是做好人 他跟耶稣讨论的是永生 所以如果被打之人 是犹太的律法师 他要怎样得永生 听见没 如果被打之人 这个律法师跟他讲 父子 我当怎么行 才能够得永生 他问的问题是这个 这样请告诉我 这个律法师要怎么得永生 来你们要回答吗 要怎么得永生 他跟他讨论是要得永生吗 请告诉我 律法师他是被打 他打到半死 他躺在路上 今天他要怎么得永生 他怎样才能够得到永生 爱人如己 他都半死了 怎么爱人如己 Amos讲要接受耶稣的拯救 要信 所以按照这样来看的话 他只要接受撒玛利亚人的拯救 他就得到了这个永生 因为他就从这个地上被抬起来 放到牲口 带到去殿库 一直移到好为止 所以耶稣的怜悯 不单单是怜悯 这些有罪的人 连律法师耶稣会讲 你要永生 是吗 我可以救你的 你只要接受我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可以了 你接受我 现在我们来看 弟兄姐妹我问你 这个画面呢 每次我们看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的时候 好撒玛利亚的故事 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就是救他的人 现在错了啊 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 他不是在讲救他哦 他是在讲你就是这个人哦 现在这个人就是你 你现在被打到半死 你现在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你现在只有气息有失 你坑在快要死了 然后呢 你知道呢 如果这个的路上没有人救你的话 晚上一到呢 野狼会把你分尸 不然你就会活活的冻死 不然的话呢 你会渴死 你会饿死 你就在这个路上等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作为这个受害者 有人来救你 你会跟他讨论说 请问你是撒玛利亚人 还是犹太人吗 你会吗 你躺在地上要死了 人家来救你的时候 你是谁 你撒玛利亚人不洁净 不要碰我 你会吗 你肯定不会的吗 现在只要有人来救我 我就OK了吗 我还要跟你讨论说 你是华人 印度人 马来人 或者是其他人 今天来一个乞丐 来一个满身是大便的人 他能够救你 你要不要给他救 你也要救的吗 因为现在你给他打扮死 你现在光吐吐 你现在半生死吗 你不会在乎 谁来救你的吗 因为谁需要帮助 现在不是你去救人的同学 现在是你需要人家救你 所以你在那边等 等那个人来救你 所以现在来了一个 你看到都讨厌的人 那个就是撒玛利亚人 犹太人讨厌他 文士跟法利塞人更讨厌他们 因为文士跟法利塞人觉得他们不洁净 他们不洁不洁净 他们的血统不洁净 我们连碰他都不碰 其实你要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会出现在 这一条路上 因为他根本不可以去耶路撒冷的 当然这个是故事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回到今天 我给你定的主题 你看到纸了吗 你看到了没有 从这段经文里面 你看到了纸吗 OK 你看到纸你要怎么做 我们回到去上文 耶稣讲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像聪明跟通达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教父我的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纸是谁 除了纸和纸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OK 请问弟兄姐妹 今天聪明人看不见 婴还看见 所以是不是这样子 只有小孩子可以得救 不是 他是叫你今天要放你的眼睛去看 你要看清楚 看什么呢 看下去的经文 你就明白了 第一 如何接受这个救赎呢 你要问的是接受谁 所以 祭司 是吗 他有这个祭司 他带你去献祭 利未人 法利塞人 甚至耶稣 今天你要接受谁 只有没有向你指示跟显示他是谁 从这段经文里面 只有向你显示吗 只有告诉你他是谁吗 有没有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了吗 所以我们看见了以后 我们就来问 耶稣就讲说 看见了就有福吗 他讲你们看见了就有福 那眼睛是有福的 我告诉你以前的人要看 看不到 现在你们看到 他这句话同样是问你跟问我 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如果看到那个子 看到耶稣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有福了 这样你就问了 为什么我要知道子呢 因为什么 弟兄姐妹 因为子猜浅你 子赐全病给你 子拯救你 子赐永生给你 因为子能够救你 这样你看到了吗 弟兄姐妹 你知道怎样得永生了吗 你知道怎样才能够蒙上帝的永生了吗 你明白了吗 所以你会做选择了吗 所以介绍下来的经文 路加他就怎么样呢 他就做了这段经文 他说你知道要选谁吗 来下面的经文在讲什么 这个我不讲 我留给君的讲 下面的经文讲 马大跟玛利亚嘛 所以知道怎样选了嘛 耶稣说 那是上好的福分 没有人能够夺去的 所以你今天 明白了以后 你要选 要选对的 不要选错 因为你看见的 你看见子显示给你看的话呢 你就去选 所以如果我们把第十章 我们来看的话呢 第十章 耶稣他拆派门徒出去 你看得到 他在里面 他就在讲说 第一天国这个时候开始建立 派了七十个人出去 鬼的国度就开始崩塌 然后耶稣说你要把名字记在天上 要怎样记在天上呢 耶稣说看见圣子 从经文里面看到圣子的时候 你明白的时候 你领受这个永生 而且要做对的选择 弟兄姐妹今天 我们今天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讲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要得永生 对不对 我们讲 这个得永生吗 这个得永生吗 是的 都是 爱神 敬拜战 都是 但是弟兄姐妹 神给你知道 你真正得永生是什么 真正得永生不是去当粉丝 去那边唱 去那边跳 更是在什么 更是在 在这个人生的里面 确认谁是子 抓住他 接受他 选择他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耶稣要讲的是什么 他说 看见子 接受子 传扬子 这个是你做到的 因为子 赐永生给你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但愿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重新看得到的话 只他今天向你显现的时候 记得认到了以后 赶快去抓住他 不要放开了 因为呢 这段经文 跟你讲说 你今天抓住的是 最宝贵的东西 也就是儿子 赐给你 天父的美意 也就是永生 抓住他 然后 十一章 他就跟你讲 当你有了这个永生过后 神怎样要建立他的国度了 好 我们今天的经文就看到这里 我们等一下会讨论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你打在你的这个 问题下面 我们尽量回答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结束 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 给我们这样的话语 但愿你的永生 今天我们再一次的 清楚的看见 我们从这些的人物里面 看到你 借着路加 他苦口婆心的 向我们一直的吹壁 要让我们看见 真正那一位 能够救我们的 不是祭司 不是利未人 不是这个法利塞人 而是我们的主 耶稣 他虽然 看起来 好像那个 撒玛利亚人这样 被人家遗弃 被人家轻看 被人家藐视 但是主啊 他就是拯救我们的 因为他对我们 动了慈心 他愿意把我们背上 他的那个身口 带我们去到 这一个的店家 确保我们 一定要痊愈 而且呢 还为我们 付上了那两钱的银子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 把你的美意 显明给我们看 今天主我们 看见了以后 求主继续的 教导我们 如何做对的选择 若是我们 做对的选择以后 天父啊 也叫我们把这对的选择 带给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家人 我们感谢主 我们把这段时间 仰望交托 奉耶稣的名 Amen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把时间交给 Gina 好 谢谢 史汉牧师 我想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很仔细 慢慢梳理 来了解经文 可以让我们 可以更清楚 按照整个文本的脉络 来认知 我想 祝耶稣在这里挑战 这个 这个 律法师 以前我在中国教课的时候 有人问我 什么叫做律法师 我就跟他开玩笑 早上做律师 晚上做法师的 又叫做律法师 两个职业打两分钟 不是这样的意思 基本上就圣经学者了 因为当时他们的律法 就是他们的就业圣经 就是他们犹太人的圣经学者 经学家 或者新一本翻译 经学家 耶稣挑战他 你能够去爱 你所抗拒的人吗 谁是 谁是那个 受害者的灵蛇 这个很有趣啊 各位 如果我住在 斯汉牧师的壳壁 这样他的灵蛇是谁呢 就是我了 这样我的灵蛇是谁呢 不是他了 其实大家是 互为灵蛇了 所以 怎么样 定义灵蛇呢 怎么样去爱灵蛇呢 我们看见 犹太人一直走不出 那一种框架 他们没有办法 爱撒玛利亚人 他们也没有办法 爱耶稣 我是指 有权柄的这些犹太人 经学家 律法师 圣经学者 祭司长等等 他们印证自己的 这些地位 他们没有办法 去接受米赛 因为如果接受耶稣 是米赛 这样还要接受耶稣 是他顶头老板 这样他决定地位 不是李克风卡 就没有人尊敬他了 所以大家去敬拜耶稣 可是这个东西 很讽刺是什么呢 约翰 在约翰耶稣那边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永生 你有了耶稣基督 你跟从耶稣 你效法耶稣 你批带耶稣 保罗的这个用词 跟从基督 效法基督 批带基督 你就有了基督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 主耶稣挑战那个人 当你要活出 律法的一切真意的时候 事实上这一切都在基督身上找到 你看基督 好像撒玛利亚人那样 你排斥他 你看不起他 是指那些 那些犹太人的圣灵学者 可是偏偏 这一切律法 就在基督身上 完完全全 彰显流露了 你跟从他 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 都活出来 好 各位 因为我们梳理完了这一段经文 实上牧师很仔细地替我们梳理完了 不晓得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或者有什么要询问的吗 就是在刚才讨论的过程里面 有不明白的 想要再搞清楚的 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把它打在checkbox 或者是 把它 或者你说 我打我讲不清楚 我可以直接开麦克风 现在可以开麦克风 来交流了 各位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OK 这里有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受伤的人就是问的人呢 或者可以请山牧师再讲解一下 好的 我们先梳理掉的就是 我们先确定第一个东西 就是 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 因为 那个怜悯 那个字是 其实是四福音里面 是只有耶稣跟上帝用而已 是专有的用词来的 另外呢 这样讲说 为什么受伤的人就是问的人呢 因为 这一个人问耶稣 谁是我的灵舍 耶稣说 谁是那个被打之人的灵舍 如果灵舍跟灵舍放在一起的时候 被打之人是谁呢 被打之人 就是这个问的人哦 其实他是有意识要这样跟他排 因为呢 他要这样让他看得到 他不是今天是你去做什么 你得到 而是今天你接受耶稣 你才得到永生 因为今天谈的是永生 所以他这样子讲说 他说 为什么 他本来讲说 谁是我的灵舍 他要问的是这个 耶稣说 这样被打之人的灵舍是谁 他同样是问灵舍哦 另外一个耶稣回答也是灵舍 但是 他讲的那个被打之人的那个人 其实是谁 就是你啦 所以今天对于你 你要得永生的话 你只能够接受我 我就是那个人 哪怕我是那个你讨厌的撒马利亚人 哪怕是那个我 你已经不能接受我 你觉得我是那个败坏的 可是我能够救你啊 现在只有我救你 你要不要被得救 所以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他的回答 其实律法师知道耶稣的意思 他就说是怜悯他的 他连那个撒马利亚人 他都不要提那个名字 就是说他已经知道耶稣的那个的 那个的 那个的 就是那个方法 但是呢 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应耶稣 就是说 怜悯他的 然后耶稣讲什么 他讲好 你如果知道的话 就去行啦 他如果这样的话 他应该怎么办 那个律法师就跑来找耶稣 主啊 我要接受你 他就得救了 他就得永生 很可惜 开放式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 我们不晓得 这就是路加很喜欢做的东西 OK好 我大概这边 君的有没有要补充的 OK 或者我自己有一些想法 就是我在最近这几年做了一些的 写了一些 paper里面呢 下了一点功夫去研究什么叫做永生 犹太人谈永生 跟我们谈永生 事实上 有一点不同了 或者应该这样讲 基督徒 我们今天教会谈的永生 跟原本圣经谈的永生 事实上 有一定的距离 怎么说呢 永生 在旧约 在新约 旧约比较少啦 可是也是有 这个观念 然后新约特别多 特别是约翰 很喜欢用这个字 当然保罗也用过 陆家也用过 永生 其实这个consem呢 是指 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永生是一个short form来的 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这样什么叫做 有永恒价值的生命呢 就是到底什么东西是 那个价值啊 很宝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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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到 它的价值永远不会过时的 我们今天很想讲 什么东西是可以永恒价值 送戒指咯 钻子戒指咯 钻子代表永恒 当然这个是很物质的这个角度啦 可是有什么东西 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钱财 名利 地位 犹太人就要问 到底什么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当然从犹太人的 放开来看呢 蒙神喜悦的 蒙神赐福的 就是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这样那个问题又再问神一程了 到底什么是蒙神喜悦 蒙神赐福的 上帝要的最最最最最大的事情 是什么 如果你要把上帝要求的 所有事情去到总结的话 最后就四个字 爱神爱人 就是 就是 你法师和耶稣的对话里面 所有上帝要 一切的一切的 去到总结 就是四个字罢了 爱神爱人 尽心尽心尽意 爱主你的神 并且要爱人如今 爱神爱人 可是问题就是 谁可以做到 谁可以真正的落实到 那耶稣基督来了 一般耶稣有一段经文我很喜欢的 人有了生的子就有生命 你就可以活出这种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因为你跟从基督 在基督身上 基督的生命就是那种 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他是可以去怜悯人的 他是可以去救赎人的 他是可以去为那些 人家讨厌他 他都去为人家付出的 那种这样的生命 这就是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谈永生 大概我们要回到圣经 我们今天谈永生 很喜欢就是 我死后灵魂上天堂 永远不用下地狱这样 好像我这样肥宰怕热 不要去地狱那边很热 加上我也是基督马伦人 更加怕热 可是那个 其实圣经不是直接讨论这个东西 各位 我不是说没有天堂没有地狱 可是圣经更加讲的是 在世活着 怎样活出这种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我追求车 追求物质 追求身份意味 我追求名利 名称利就 这些东西 我觉得有价值 这样所有 这个世界上可以追求的东西 加完起来 什么是有永恒价值 追追追追追 最有永恒价值的生命了 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 就是能够跟从基督 效法他 所以今天 我想耶稣在这里挑战那个人 你可以好像撒玛利亚人 这样子 纵然被排斥 纵然被嫌弃 可是那个如果真的是撒玛利亚人 他又真的在那边 大概他会跑掉 或者他根本就不会来 可是一个被排斥 就像会去爱一个排斥他的人 就是好像主耶稣这样 他来到世间 世间的人排斥他 他为人死 他为人付出牺牲 你能够效法这种生命吗 你能够活出一种这样的生命吗 这就是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这个是我从这段经文里面 一些的领受 所以追求永生呢 不一定都只是来世 追求永生 是此时当下 我怎样活出更有价值 最有价值的生命 不晓得其他弟兄姐妹 有什么要询问 或者是要回应的吗 各位 来你可以把你的问题 打在checkbox那边 然后或者你是可以 直接开麦克风 来交流 有吗 我看到有弟兄姐妹 写上的是感想和学习 所以如果你没有问题 不过你觉得今天 我有一些领受学习 来也欢迎你把它打上 我们一起来彼此的交流 受伤的人 等一下 受伤的是什么民族的人 圣经有讲吗 基本上就是受伤的人 基本上就是犹太人 他从耶路撒冷下来 然后祭司跟利未人下来 所以圣经没有明示 但是你听故事 你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为他的地点已经跟你讲 他就是从那边下来的 所以这里反而出现 撒玛利亚人是很独特的 因为撒玛利亚人 基本上是不会去耶路撒冷的 所以这里是一个很 耶稣用了一个很极端的 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例子 就是撒玛利亚人 他来描写自己 然后那个受伤的人 就是刚好在圣殿 他已经做完了 他就下来 他就从耶路撒冷下去 怎么讲 下去这个耶利哥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问我的话呢 这里他其实读 你听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已经大概知道 犹太人一听就知道 这个人就是在圣殿下来的人 就是我们自己人 耶稣这里是更直接讲说 跟这个律法师讲 你就是那个被打的人 你怎么办 这样的话怎么办 你要你要 什么人 什么东西可以救你 就是我 你讨厌我没有关系 今天我就是唯一一个 为你停下脚步 为你铺上这个油 你被打到半死 你今天还跟我讲说 哎呀 因为你是有撒玛利亚人 我不要你 今天耶稣说 今天只有我可以救你 你要你要我救你吗 你要的话就接受我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阿俊儿你要你要补充吗 没有 我讲这个很清楚 就是 是什么民族 或者大家可以再了解一件 基本背景 基本上犹太人是不会欢迎 任何非犹太人主教们当中 在那个时候 耶稣所在的北部 加利利那一带 然后再上就是叙利亚 就是那个 加利利湖左右两边 右边比较多是犹太人地方 左边 格拉斯那一带比较多外邦人 可是南部耶利哥 耶路撒冷基本上是不会 不会有外邦人的 不会有非犹太人的 因为他排外性太重了 去那边人家看你的表情 人家看你的脸色 你都不会自在 所以为什么从耶路撒冷去 去这个 耶利哥 就只有犹太人 因为都没有非犹太人 住在那边 住在那边会给人家排车 好来各位 还有其他问题吗 或者请大家可以陆去 来分享你的领受 好吗 老师我是素琼 不好意思 那个刚刚听到 因为我只听到后面一点 太迟进来 如果说那个上玛利亚人 是耶稣的话 可是明明大家都知道 他是约瑟跟玛利亚的 儿子 是木匠的儿子 这样子的影色 会不会有点太突兀了 不是影色 如果这样子认为的话 是不是已经推翻了 他的整个的背景和绅士 其实你看约翰福音 其实讲到耶稣的身份 约翰福音骂耶稣 约翰福音讲到犹太人骂耶稣 是比较 比较难听的 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 第八章第五章 好像这两章你去看 就是耶稣跟他们吵架的时候 他们骂耶稣骂到 就是他骂耶稣是撒玛利亚人 他骂耶稣是被鬼附的 然后他也骂耶稣是淫乱终生的 因为当时 耶稣确实在 这个 无饼二鱼的神迹过后呢 有一些他自己的 乡亲父老来 他们有讲说 这不是约翰瑟的儿子 这不是那玛利亚的儿子吗 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 耶稣在拿撒勒 宣告自己的身份 用这个以赛亚书61章 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 他就讲完这一个 弥赛亚的 这一个的身份 然后他在自己的老家 拿撒勒宣告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身上 所以耶稣打算 从他的老家开始 就是做这个使命宣言 讲完后 他要开始传福音 可惜 自己的老家不接受他 把他赶走 然后他讲 这不是那玛利亚的儿子 他的弟弟 那个什么 他的兄弟 约西 犹大 他的妹妹 不是跟我们在一起吗 然后你看 其他福音书 讲到他的时候 也讲说 这不是那月色的儿子 其实两个东西 是讲什么呢 当你用月色的儿子 讲他的时候 就是讲说 耶稣 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所以他是谁 他怎么可以做弥赛亚 第二 每次他用到 玛利亚的儿子 讲他的时候 这个很可能 是在指耶稣的出生 因为拿撒勒人 都知道他的妈妈 玛利亚 他是怀耶稣的时候 是还没有过门的 所以耶稣回去 他从埃及再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 他从小在那边长大 很多人基本上 是啦 大家都很喜欢他 可是呢 这一些的东西 很多时候 可能就成为 茶余饭后的故事了 所以当他这个时候 回来的时候 他突然间讲 他就是弥赛亚 所以老家的人 一定不接受他 可是 如果你去看那一段经文 就是 路加福音第四章 还有 好像是 马太风是第九章 耶稣讲到这一个的时候 如果今天 耶稣向他们宣告 他说 主得灵在我身上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 然后下眼的得看见 斜腿的得行走 长大麻风的得接近 你要怎样证明 耶稣是弥赛亚呢 耶稣已经讲了嘛 下眼的得看见 斜腿的得行走 长大麻风的得接近 所以你就跟耶稣讲 好咯 你就拿一个下眼的来 你叫他开眼睛 如果能够开 你就是来自神 如果你能够叫 亚巴的讲话 你就是神 如果你能够叫 长大麻风的得接近 你就是神 你应该是做的这个东西 可是有他们的老家做什么 玛利亚的儿子 那个月色的儿子 然后把他推下山下 就是从他的畜生 去拒绝他 而不是从他所做的 来证明他 所以很可惜 拿撒勒人 他就把耶稣 抬出去 要把他杀死 把他推走 所以耶稣后来就到 这个加百农 博赛大 格拉逊 这几个地方去传福音 所以很可惜的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 约翰福音 讲到他们吵架的时候 他们骂耶稣 真的是骂到很严厉 就是讲耶稣 是淫乱终生的 我们不是淫乱终生的 其实有一些 这样的贬义在里面 可是你就明白 如果你今天要证明 耶稣是神的话 你要怎么证明 你就看他所做的 耶稣说 你要看我所做的 所以我今天可以做的 就表示说 我的力量来自神 所以你看那个神迹 就是在那个屋子 不是开了一个洞 那个屋顶上开一个洞 然后放个摊子下来 那个神迹 还记得吗 放下来的时候 耶稣不是讲 小子你的罪得色了吗 那个法利塞人不是讲说 你凭什么讲 你这个人讲浅旺的话 你凭什么讲 你可以赦罪 耶稣就问他吗 他讲 讲赦罪容易呢 还是叫他起来行走容易 我们都知道嘛 叫一个且腿的人 起来行走 是很难的嘛 因为他且了腿 赦他的罪 是很容易的嘛 因为你讲赦罪 谁知道他的罪赦了没有 所以耶稣讲 今天为了让你知道 我有赦罪的权柄 我就叫他起来行走 那是什么意思 今天如果我能够 叫他起来行走 我就是来自神 我是来自神 我有权并 讲这句话 就是我有权并 赦免他的罪 所以耶稣说 起来拿你的路子走吧 他就起来了 所以大家看到 大家就惊讶 所以 今天耶稣 常常有神迹在人的面前 其实是要告诉他 他是来自神 然后他后面的教导 才是重点 弟兄姐妹 不要把那个焦点 放在他的神迹 能够做什么 然后你想要尝试去做 不是 你要把他后面的那个教导 因为前面是那个证明 后面才是重要的那个部分 那个是 你吃东西 比如说 你吃那个东西 那些的点缀 它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条鱼 不是上面那些的蒜蓉 你懂吗 你蒸那条鱼 那个蒜蓉在上面 哇 你看到那蒜蓉好好 你就一直吃那个蒜蓉 你忘记你是吃鱼 你不是吃那个蒜蓉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的理解 Gina 看你有没有要去补充的 耶稣在这里讲比喻 各位 既然是比喻 你不可以把比喻里面的东西 怎么说 比喻需要联想 比喻需要想象 耶稣说 那个撒玛利亚人 就好像我的比喻 可是他不是 我就是撒玛利亚人 这里指的撒玛利亚人 就是在那个比喻里面 是被你们犹太人排斥 被你们看不起 被你们边缘化 我们看那个比喻的脉络 到底他要呈现一种怎样的对比 所以他不是真的撒玛利亚人 他好像撒玛利亚人 在那个处境里面 是被排斥 是被侵探 是被边缘的 犹太人骂耶稣 什么都骂过了 骂他是被鬼附的 这个还不是最厉害 这叫骂他是鬼王 你就是靠那鬼王 你就是鬼 不用多讲 你不是人来的 你是鬼 你会心生气 不过你是鬼 这些这样的话 什么都骂过了 可是话说回来 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 我们也要知道 比喻就是比喻 比喻不是actual 比如说人子来的时候 好像贼来一样 这样请问人子是不是贼呢 然后一看到贼 就是看到人子 人子就是贼 这样又有一点过度解读了 所以好像贼来一样 没有人能够知道 天国好像一个面教 这样我看到面教的时候 这个就是天国了 是吧 这样又不是了 所以他好像 就好像这个经文里面 好像撒马利亚人 在犹太人的处境里面 是被排斥的 是一个比喻来的 好 各位 来陆续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今天 你所学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陆续有弟兄 有没有写 你今天所学到的是什么 来 各位 欢迎大家继续写上来 好吗 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你有任何学习感想 都欢迎 可以把它写上来 有吗 或者你懒得写的话 你可以直接开麦克风来交流吧 有吗 同学 你可以把你的 今天的领受感想写下来 或者你有什么对于信仰 对于经文 所不认识 当然特别是今天所谈论的啦 那我们就把它提出来 大家来互相交流 我们先讲明 我们这里 我们不是上帝哦 不是 我们也不是圣经的原作者 所以不是什么东西都 摆石头什么都会的 不过就凭我们所懂得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 彼此学习 彼此交流啊 我们不是学者 我们也是学生来的 在上帝和真理面前 我们也是学生 大家一起来 互相学习 来 有吗 各位 你有什么想要 一起来学习的 或者你可以把你的学习心得 可以写下来 我们来大家 彼此的交流 那各位 这个讲经系列呢 我们是希望可以 鼓励更多弟兄姐妹 可以好好的来 读经 好好的来 走过圣经 一段一段的 抓住圣经的原意 我们用诗经讲到 所以如果你觉得 这个系列 这个不只是我想听 我也想鼓励 其他身边的弟兄姐妹听 那欢迎大家 可以把这个zoom link 或者是你就邀请他 加入这个group 来一起来学习 我们都欢迎的 我们这里部分宗派 部分教会的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那如果你听了之后 你什么要交流 也欢迎一起来 一起来彼此分享 我们的那个 WhatsApp的群 如果你还没有在里面的话 你也可以把 名字呢 或者电话 你联络我 或者联络君耳传道 我们会把你的名字 和那个电话 放在群里面 所以有什么东西 我们会 那边会通知你们 以后我们有什么资料 比如说今天晚上的 这个PPT 我会把它做成PDF 然后我会放在上面 然后你们要去下载的话 就可以去下载来看 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会分享上去 然后今晚的这个影片 群耳传道 他会在Facebook上面 有这个live的recording 然后我明天 就今天晚上 大概我要等他录完 今天晚上做好以后 我会做一些 简单的这个 这个的edit过后 我就会放到YouTube上面 这样欢迎大家 可以在YouTube上面去 如果你的朋友 他们想要再看的话 你也可以回到YouTube去看 我会放在我的YouTube上面 OK 啊 群耳传道说 在那个 那个哪里啊 在我们的 chat room里面 你就看得到 群耳传道他那个 Facebook 他们在里面有这个直播 所以你可以去看直播 在Facebook 或者可以在我的这个频道上 就看这个YouTube的 这个的重播 OK 啊 如果是这样 我好 好的 啊 我顺便报告一下 啊 群耳我报告一下下周的好吗 下次的 OK OK 这样下一次呢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 其实本来是上周的 不过因为上周 群耳传道不得空 所以我们就把它移到 这个礼拜 这样 其实我们下一周 就是在7月4号 8点 晚上呢 邱传道会 做我们的讲员 然后18号就到我了 然后就 就是做我们讲员 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可以的话呢 帮忙我们去宣传 让更多人一起来听 啊 我们其实的目的 做这一个的聚会呢 因为 因为我们希望 啊 可以有更多人 在圣经中呢 是真的是认认真真 我们从经文里面 试经讲道的方式 去看一段的经文 啊 然后把整个脉络 跟大家的好好的讲 所以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 能够在查经 跟试经上面 可以更加的啊 认真去看啊 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意啦 所以这个 弟兄姐妹可以的话 请你们 宣传哦 更啊 也可以邀请他们 进来我们的群 我们也愿意接受他们 当然如果你想要看回之前的 哦 啊 你在Facebook上面 你可以到这个 君耳传道的 这个 这个 米列都 圣经领袖 培训中心 就是你去 你去Facebook上面 加他这个 米列都 2020 你就打这个 然后你就进到他们的那个的 啊 他们的Facebook的 那个页面哦 你就可以在里面 你就看得到之前 我们所讲的 然后 如果你在YouTube的话呢 就可以到我这里 就是很容易的 就是YouTube 然后我们就会在里面 啊 放着 你就可以找到 在之前 他的那些的讲道 我们都放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帮忙 啊 你可以上去看 哦 也可以欢迎你们 帮忙分享出去 哦 啊 所以 这是我们期待的 用一个新的方式 能够把 就是把 上帝的话 更加的用现代的方式 向更多人广传 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意 哦 这是我跟君耳传道 我们一直都想要做的 好 阿俊勒有什么要补充吗 sorry啊 我一下啊 我今天才知道 我去的时候 稍微需要有业项 哦 OK OK 我们要再做一点调整 不好意思 OK 好 我们再调整 OK 我们再通知啦 各位 如果你想要知道 直接你讲 哎 我刚才那些来不及 like或者是 按进去啊 那些资讯 你WhatsApp我好吗 我的电话码在那边 0126599898 你WhatsApp我 啊 然后我就可以把 时讯直接WhatsApp给你 呃 请不要叫我去联络你哦 因为太多人了 我没有办法去的 如果当你WhatsApp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 然后就可以一个个 send给大家 好吗 啊 啊 啊 Kervin牧师的电话码 也在这里 是 WhatsApp我 WhatsApp我啊 不要我去 不要PM PM我 你跑来PM我 你WhatsApp我 我知道你是谁 我就加你 我就直接可以 like你进去 这样比较好 因为我们手上是几十人 几百人 很多人了 太多 太多group了 所以 大家 彼此帮忙一下 希望你可以广传一下 好 阿俊呢 来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啊 OK 各位还有吗 你有什么要问 或者你有什么要分享的 今晚上的学习 然后 OK 请问他 可以再深入讲解 圣经或者犹太人 所追求的永生吗 来 Gina 不要讲 我 OK 我 我先谈两个层面 第一个刚才是刚才谈的 犹太人追求永生 你记得有一个年轻人 跑到耶稣面前 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所以事实上 犹太人都会去追求 什么叫做 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那我 各位 我问回大家 你觉得生命里面 最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你不要先 先不要谈信仰 然后信耶稣 有永生 先抛开这些 生活里面 什么东西是可以 有永恒价值的 或者你讲 那个价值可以 有更长远的价值的 而不是一时 一时 之快乐而已 或者一时之价值 不要的 你赚钱 你拥有很多物质 什么是有更长远的价值的 我提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什么是有更长远的价值的 请问谁知道 现在世界首富是谁 应该是Elon Musk 是吗 那个Tesla的老板 上个礼拜 他在马来西亚 要请五个员工 马来西亚3000个人去排队 如果可以做Tesla的员工 极爽 做Elon Musk的员工极爽 可是有谁知道 Elon Musk之前 谁是世界首富吗 之前那个Amazon的老板 之前是 Bill Gates Warren Buffett 等等 这些 可是在前面 没有人知道 或者这个世界首富 可能就一直换人 就是再有钱的人 人家也不会去纪念他 过几年又不知道是谁了 谁的股票升 谁就可以做到世界首富 或有什么意义 你用很多钱 马云讲 钱对他还说 只是个数字 但很有钱的人 可以讲这种话 不过我想说的就是 一百年后 可能都人家不知道 谁是Elon Musk 一百年后 甚至没有人知道 谁是Bill Gates 谁是Warren Buffett 就是说他再有钱 他给人家记得 他是很有钱的人 一百年后 也不算了什么 可是我想 这个人类历史上 再走多一百年 如果基督还没有再来 人都会永远记得 Mother Teresa 在人类社会 所做的一切 他所付出的爱 他关怀穷人 他那种伟大 所以各位 你看到吗 什么叫做 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在圣经里面 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就是越来越 贴近上帝的生命 越来越像上帝的生命 越来越能够表达出 呈现出 上帝的爱 上帝的公义 良善和平 越来越有神的形象样式的 所以 这是一种 生命的价值观 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当圣经里面讲 我要怎样去追求 我要做些什么 才可以拥有这种生命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问 人到底活着有什么意义 人要追寻些什么 才有价值 有意义 我有钱了了 我有钱了了 这样我还要追求什么 是更加有意义 有价值 当然 犹太人想东西 不能够离开神来想 所以当他想 我要有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那个永恒价值一定是从上帝来的 是上帝告诉我 教导我 甚至是上帝悦纳我 祝福我 因此我才可以拥有的 或者我做了那个东西 上帝会很喜悦的 他因此会不断的来继续祝福我 这个叫做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当我去爱神 去爱人的时候 那是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你看到那个年轻人官来找耶稣 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跟他开两个条件 第一 诫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杀人 不可借义 不可偷盗 你说你的品德要好 你不要做坏人 你要做一个好人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可是耶稣其实上帝很在乎我们的行为 我们基督都有时讲 我们隐信神 有时讲过头 我们不需要靠行为得救 结果我们没有行为 我们很烂的 反正挤烂都会上天堂 结果到一个地步 我们是完全没有品德 可是不要忘记 上帝是很在乎品德的 世界 不可杀人 不可借义 不可得到 当孝敬父母 这是对人的六条诫命 耶稣开出来给那个年轻人 那个财主 这个是得永生 活出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追求良善 是有永恒价值的 不要去伤害人 成为一个好人 是有永恒价值的 这是第一条 那个人说 哇 这些我从小尊所 好 这个是第一步 不要做坏事 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变卖你所有的分野穷人 然后你再来跟从我 学习去for others 学习去照顾有需要的人 学习去 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 的比喻那样 去成为别人的灵蛇 去照顾那些排斥你的人 去爱那些 看人家都不爽你 你还要去爱他 甚至去爱那些 你也不爽的人 这个叫做 追求永生 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这个是第一种 圣经里面谈的永生观 追求有永恒的价值 第二种永生观是什么呢 我share screen一下 第二种永生观呢 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 约翰一书第一章一节 论到从起初就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曾经看过 从今看见 所听见 所看见 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的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 我们也看见 并且又做见证 将原与复同在 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 传给你们 我们将所看见 所听见 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 并他儿子 耶稣基督相交的 这里讲到一个 从起初就存在 那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永生 是一个short form来说 就是 他的 整个的 那个词 就是 永远的生命 那从起初 就原与复同在 他就已经存在 那永远的生命 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 那永远的生命 我们看过他 听过他 摸过他 他会讲话 他会出现 可以给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跟他做朋友 跟他have fellowship together 相交 那永远的生命 这永远的生命 是 什么来的呢 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在 在约翰一书里面 很清楚 告诉我们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教你们知道 自己有永远的生命 这永远的生命 是什么呢 我们也知道 第五章二十节 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吃进我们 所以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在他儿子 耶稣基督里面 他儿子耶稣基督 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 耶稣基督 就是真神 也是那 永远的生命 因此人有了 神的儿子 就有那 永远的生命 要教你们知道 自己 有 永生 那弟兄弟妹 这几节经文 告诉我们什么了 这几节经文 告诉我们 那永恒 价值的生命 你可以在哪里找到 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 你跟从他 你下法他 你信靠他 你把这些生命交通给他 你完全去追寻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 就跟你的生命结合 因此 我们就拥有了永生 信耶稣 得永生 不是指灵魂不灭 不下地狱上天 信耶稣得永生 得到那永恒的生命 就是指 耶稣基督本身 信耶稣得永生 就是得耶稣 就是追随基督 活出基督 就把整个基督生命 复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此我们就有了 那永恒的生命 这个就是我所理解 约翰所提的永生观 求传道可以问一下吗 因为我是 对圣经不是很了解 然后刚开始对永生 也是以为是永远的生存下来 但是刚才听求传道讲的 就是我们就是要学习 耶稣的榜样 把我们的爱传给大家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 就是那种流仿百事 我们要做好事 就是把我们的爱传给人家 好像以前的兰丁格尔这些 还有那个修女在印度的 就是要学习耶稣的榜样 把爱传给他们 这样我们一生都是会做好事 不去害人 不去这样 我们也做好事 可能就是我们会去 关怀那些老人厌什么之类的 这样我们是不是 假如我们不是基督徒 我们也可以得永生 就是我们都没有做坏事 我们都做好事 我们也没有去害人 但是就是没有爱人 如爱灵舍着这么伟大 这样是不是 为什么就是讲说 假如跟随的耶稣 就可以得永生 这样套去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也是有 很多那种流仿百事的名人 就有什么差别 就是他们也是好人 他们也是为国牺牲 然后爱国爱人爱什么的 就为什么信了主 就可以得永生 这个就有一点问题在那边 我听这位姐妹这样讲的 事实上我们还是把两个永生的观念 还是一直在交错 就是永生不是一种 一种class 就是我得到某种的 banker 得到某种的身份 而是我追寻的某种生命的价值 我在追寻着那样东西 你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其他好人 也是有很好的行为 当然有 我们先要在一个前提上来讨论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再好的人也是有罪的好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 我们大家都是罪人 因此人的罪性会不断扭曲我们 我们可能会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我们可能会做坏事 去得罪人 所有罪都会带来伤害的结果 因此我们在追求怎样去抗衡这个东西 可是关键就是 上帝给我们一个方向 你要爱神爱人 你要去活出一种这样的价值 那关键是什么呢 那为什么还需要耶稣呢 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到吗 是自己可以做到 不过做到不够好 或者是做不到有时候 有时候可以做到 有些人意志力品得比较好 他可以做多一点 可是不等于他都能够做到 那为什么需要耶稣呢 因为耶稣来帮助我们 更能够做到 两样条件 三样条件 基督帮助我们做到 第一 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榜样 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最完美的人性 所以我们学习效法他 因此我们可以活出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我们就从耶稣身上得到这种永恒价值的quality 第二 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由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 有机会重新来过 我们大家都是罪人 基本上 如果从律法的角度 可以说我们都是已经判刑的人 我们不是在监牢之外 我们都是在监牢之内的人 那监牢之内的人在改过之心 也还是在监牢里面 可是基督释放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来过 重生的意思就是 我们人生里面重新有的选择 我们能够有一个在神的机会 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我们 第三 因为基督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靠着他给我们力量 不断感动我们 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 因此我们可以学习他 靠着他的力量去活出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活出好像效法基督的生命 所以你这样 自己做得到吗 我不会说 所有人一点都做不到 因为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好人的 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都有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 可是我们大家也承认 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完全做得到 不可能靠自己完全做得到 所有的人都知道 在自己的生命过程里面 会有跌倒 会有失败 会有差错的时候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 这个问题 跟世界上所有人比 人家也是很好吗 可是 有谁没有人性的扭曲的部分呢 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到 我们看到他美好的一面 可是还没有看到 他还没有被揭露的一面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很多隐藏的一面 所以人需要去靠着上帝来跟上帝和好 跟自己和好 这个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 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很认同九道士的那个 因为我本身以前也是拜拜的 就是拜拜到最后都快疯掉了 然后自从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 然后我就整个生命的改变 就不一样了 就是以前拜神拜到 少古习惯跳动 就是生命的改变 然后以前 以前也是不太能认同什么是罪人 因为我们不是基督徒的人 我们中国人不能接受罪人 罪人就是好像 我去杀人我偷东西 我做不好的事情我罪人 但是后来看到很多就是 罪人的意思就是 就是贪嗔痴 我们中国人讲我们的贪 我们的无知 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自以为是 这些都是罪 所以后来我才了解 罪人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信主了之后 就一直一直在了解 就整个生命的改变 谢谢 好 谢谢你的分享 好 各位 我们时间差不多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 我想如果有什么领受学习 我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 WhatsApp Group那边 来分享 来交流 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 请留意我们的这个 接下来公布的聚会的时间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们下一次的聚会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上帝 谢谢你今天晚上带领我们 很认真的去思考 主啊 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看见一切的美善 一切的永恒价值 就在耶稣基督里面 耶稣能够活出爱 耶稣能够牺牲 耶稣能够去爱不可爱的人 耶稣能够去爱敌对祂的人 排斥祂的人 可是主啊 我们能否看见 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 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 主要帮助我们 能够重新在路加福音里面 看见路加要给我们指引的 当世界上的人寻找 到底谁才有 最终极的永恒价值的生命 我们在基督里面看见 谁能够给人终极的爱 我们在基督里面看到 谁能够给人终极的盼望 我们在基督里面看到 主啊 帮助我们去靠近基督 追随基督 效法基督 让基督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 效法的对象 学习的对象 主啊 愿祢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 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 也保守我们以后 接下来我们可以带领更多弟兄姐妹 一起来学习查考你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谢谢大家 晚安 OK 大家平安 晚安 大家平安 15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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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 20 21